所以每天看我今天穿比較鬆路 對對對 緊的褲子穿腳 今天特別鬆路一點 這樣太...啊?大方一點 然後還有人討論說 這個CEO啊為什麼講話都要貼人家那麼近 對! 害我每一場都要刷牙 對啊!真的好近喔 很近啊 這是因為我們不想要玩 就是太多壁咚 因為已經咚到沒有牆可以咚了 所以我們這次就有走別的路線 有啊!沙發東 然後剛剛他把你尖東 然後就整個趴上去 胸東跑 第三集不知道還有什麼東可以問自己 其實我們我覺得在這個 我們跟導演討論過後 我們有很多新的ID 然後新的玩法 導演一直都在 他們一直都在 一直想到冷靜一點 不過這部戲大家非常的開心 就是看到養衛生回來登頂上班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雖然回來上班過程上 我又演一些辦公室裡面是 然後他們也覺得 這才符合那個上班的爭議啦 那這次參與這部戲劇演出 其實在跟之前最大心情上不同 小瑋覺得怎麼樣 心情上的不同 因為我跟三立合作很多次了 可以說是從小到大 所以我覺得那個信任感已經 超越了一般人可以想像 因為太熟悉了 所以這確實是我演三立 和跟東映合作非常非常放鬆的一次 因為我就是非常相信他 所以我沒有任何一點功勞嗎 哈哈哈哈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 我平常說他的意思 的確是跟你一點都好 他是這樣子 不要聽懂就好 不要問我 不要問他 對啊 然後就是也很 雖然說有時候就是會小小的 就是因為累就會說 啊戲份好像有點太重啊 什麼樣的 可是我也很明白說 今天這樣的戲 給予我這麼重的戲份 也是對我的一種信任 對所以我其實非常非常的感謝 對 而且等一下你們 回來上班的時間 也真的是非常的巧妙 當你在成為台灣第一帥之後 就有了進 對啊 全世界台名27耶 真的 27耶 連求德路都在他後面 哈哈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我先回家了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他一直跟你 你跟台灣第一帥合作的感覺 我剛剛就在說 就是他剛剛有一幕 不是我就靠在他的胸膛 嗯 然後他不是就有點汗 然後這樣子看我嗎 然後我就說 哇賽帥哥耶 我真的 帥哥 你 你發音也飄到什麼 一點點 帥耶 哇賽 有榮心躺在全國 全世界27帥的台中 哈哈哈哈 我覺得一樣 我們只有用這個方式 才能堵住他的嘴 我實在是不知道要接什麼 對啊 剛剛那句台詞真的很丟臉 哪一句 你說 你說你現在手腳壓著我 你還有什麼 這句話就是擺明 就是要我 對 我們那天在討論的時候 為什麼要寫這句台詞 他很想被壓 是你個人的願望 對對對 自從你知道 但是大家有榮心跟 就是台灣第一帥合作之後 就會有無限的想像空間 就寫一些 剛剛那些台詞粉絲也都很嗨啊 對不對 他們立馬就想說 來賭我吧 來賭我吧 對 對 對 這部戲真的有這樣子的 很多粉絲朋友的喜歡 然後大家不斷討論 那些感受到你們的用心 然後原來我們下禮拜二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對不對 什麼任務 好 下禮拜二幾號 下禮拜二啊 15號 我要帶著我們的後餐鳥去參展 參展 對 你可以捲身嗎 參展 他剛剛帥都沒捲身 沒就跟他就是我 你是EO啊 沒有 我全球27算沒關係 好啦好啦 沒在講對話 就一直講 既然要講就講 沒關係我們又不怕人家說 對啊 我們就是全球第27算 算 而且全球第27七算 要代表台灣第一算 然後到香港去當那個 對 帶著大家 帶著大家 一起到香港去玩 雖然只有我去 但是 你會帶著大家去 我會帶著大家去 對 你們會出現在那裡 然後我會躲在後面 對啊 不會這任務很重要 那因為這也是我們在今天很重要的一部 那個戲劇嘛 那也真的很開心 看到兩位 還有台上這麼多的大家 卡一起來 對 這部戲上大家就是 未播就先一直討論 然後粉絲團秒開之後 當天就破萬 然後在你們播出之前就破八萬 今天在手特應之後就破十萬 就是以這樣的秒數增加 其實我第一天跟那個龍哥對手嚇到 我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叫他 為什麼 會怕怕對不對 會怕怕 因為龍哥氣勢實在太強 太強 太強 因為我一開始也不知道他是 我也 可以